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都好吗? 今天学习的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 下半年的台湾的金融产业呢 它的这个趋势的风向预测 哇,宝可梦居然开始可以来当这个 就是风向老师的铁口之端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直 经营在这样子的金融产业里面这么久 所以我大概也有某一些资讯取得的来源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观察 每天都在观察这些产业的讯息 跟这个风向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 不同的讨论的方向 那你们如果在下半年要开始 比如说办信用卡或者是要开户 或者是说要选择一个长久往来的银行的部分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可以A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这就是我带大家来去观看这个产业 然后你也可以从我带你的这个切脚 你以后就可以开始自己去思考说 为什么银行会这样做 那将来到底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一些好康可以让我自己A 这样子 所以这部分就是说 要带给大家的一个很有趣的讨论 所以我们这个下半年金融产业的风向预测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我们往下看 那几个值得注意的面向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三大方向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信用卡产业 到底在下半年 这个卡片的基本回馈会往哪个方向走 或者是说这个刷卡的新户手刷里 或者是救护的部分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更迭 这是等一下可以讨论到的 第二就是银行的数位账户之争 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 也包括大家最在乎的就是高利活除的部分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更动之类的 那第三个就是 纯网营的链鱼效应已经发生了吗 好 这是我们也要讨论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 其实三家公司都各自在营运 但是都没有一些明显的东西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来聊聊 就是我们消费者到底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也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三个方向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信用卡产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这个其实COVID-19以来 这就是武汉肺炎疫情之后 其实台湾的金融产业还蛮惨的 因为大家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半卡量 然后就是冲高刷卡 然后可以赚这个所谓的交易手续费 但我们会很明显的发现 其实从二月份开始因为无薪假或者是失去工作的人 其实越来越多了 就是统计数据上其实蛮多 就是往上攀升 所以其实会造成很多的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所以他们都不太愿意消费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其实开始有点尊解 那这个通货膨胀跟通货紧缩 其实这是很 到底哪一个比较严重 其实我觉得通货紧缩应该是更恐怖的 那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 因为大家都不消费的情况之下 其实百业萧条 那很多的公司都会因此而倒闭 因为他们赚不到钱 包括就是这阵子很多饭店业者都撑不下去 就直接就关门大吉了 那这样子会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 这些失业人口他们反而有更重的家庭的负担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吃老本吗 老本吃完了怎么办 那然后就一家老小就直接就赴皇权 所以不可以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政府为什么要发振兴券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他希望能够刺激消费 然后让大家就是一起来振兴这整个台湾的产业这样子 包括台湾的金融业也是一样 简单举个例子就是玉山信用卡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第四季推only卡部分 卡板方其实还蛮厉害 就推了大概2000多张 新户加旧户加起来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他发现我们去年的绩效很好 今年3月的时候要重新卷土充来再来一次 包括在3月中旬的时候 他就重新拟定了他们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only卡的这个所谓的策略是 新户上车就是level 3开始 那救护的部分不好意思 之前没有跟到的 那就是从level 1开始累积 就很辛苦 所以网络上很多人都在靠背这件事情 就是说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都要歧视我们救护 但事实上银行就是这么的势力 好吗 那他发现说3月份开始推以为 可以像去年一样就称胜追击 但没有发现就是3月份开始 其实那个美股也是大跌 台股也是产兮兮 所以其实也更加加深了人们的不确定性跟恐惧 所以其实玉山3月到5月份这段时间 我们的推卡成效其实也不是很好 好所以才会有这所谓的加码的动作出来 加码是为了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大家就是 哎 愿意办卡的这个 这个跟团的这种 这种感觉 但其实还是有限 因为大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都已经没有投入了 好我怎么可能还会想要消费 我当然是能存钱的就先存起来 就是位于筹谋嘛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各家银行 他们在这个所谓的推展自己的信用卡的这个 申办量其实都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困境 然后包括他们一直萎缩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其实有钱 但是他们发不出去 那怎么办 他们只好想办法太胖太胖 就是加码在某些热点上面 第一个热点可能就是口罩 好所以口罩这种民生用品一个也才多少 5块钱而已 然后他也要来跟你玩补贴 赵峰台北富邦 然后中信也聊累去 然后这个Richard也有玩个几波这样子 那永峰也有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其实真的 或多少都有赚到一些所谓的消费财 然后就是口罩都是有银行免费提供给你的 就是这样 那赵峰也很厉害 像赵峰他就有这个送这个所谓的干洗手 然后很多人就是 但是开始就想说每个礼拜二 早上10点下午2点都要来抢一下 这个所谓的干洗手 很有趣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 银行他们始料未及的 其实他们跟上这个风潮的话 其实发现说 还有蛮多人就是愿意上车 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未来的热点是什么 其实你们也知道我们要讲什么 就是振兴券 其实振兴券的这个推出我觉得 其实对银行产业来说等于是 有点类似像是一股活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再搭配信用卡的优惠 然后让更多人愿意去申办信用卡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信用卡的手刷里 差不多就是刷3000给500 这就是基本的门槛 那现在如果你搭配振兴券 在指定的通路进行消费的话 其实你拿到的也不是只有500 像有的银行是在加码300 所以就可以拿到 就基本上刷3000拿到800块的手刷里 那有的银行就更猛了 像台信他就是给你再加码700 所以最后就是到1000块钱 刷3000拿1000 这其实也是最近少有的这个优惠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趁这个机会 如果你是某些银行的新户 那就可以趁这个所谓的振兴券的这段时间 7月1号到7月15号 就来参加活动来申请信用卡 你可以拿到最大化的效益 那有些银行就更猛了 比如说渣打 他也是最近就是 大部分的银行都是挤压高 挤一点挤一点挤一点出来 然后看其他竞争对手怎么样 然后再来做加码 渣打的部分的话 他就是新户刷3000给150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就是哇居然给到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 这是大家可以把握一下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渣打的信用卡 所以你反而可以趁这个时间就是上车 那第二推荐的可能就是 目前看到也是给1500的就是 就是汇丰旅人卡 但他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你要开运筹理财账户 并且放50万 然后也要绑定这个所谓的 应该是信用卡的应该什么 账户扣角 然后就是也要换汇 这些东西你都要去做到 你才有办法拿到这个1500 相当于就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自己本身刚好也需要一个 账户来做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话 那也许汇丰的运筹理财账户是你可以考虑的一个状况 然后现在美金也相对低点 你如果也想进场的话 那的确是可以 所以这就是接下来下半年的部分 7月首当其冲的就是说 很多银行都会针对这个所谓的振兴券 然后振兴三倍券来给这个额外的加码 然后这些加码就是一些你自己本身是新户的朋友 就是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 有机会就赶快上车 就赶快来这个申请信用卡 先把1500块入贷为安 好吗 那如果是救护的部分就比较少一点优惠 因为了不起就是刷3000给300 所以这个振兴券的部分 你能够拿到的东西就有限 那也许你就可以考虑说 你不使用信用卡 你来使用比如说像悠悠富啊 或者是一些台湾配之类的 他如果是不同的厂商 也许有一些比较竞争力的这个回馈出来 那你就不见得要使用信用卡 所以我觉得信用卡的救护 其实你的选择反而是更多的 所以你们也不要就是自暴自弃 然后就是在网络上 全部都是新户拿的好康 也不一定啦 所以你自己如果本身是救护的话 也许你可以尝试着自己做点功课 去看看有没有哪些优惠是适合自己的 那你这样子来使用的话 也许你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效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下半年的信用卡的区 其实我不觉得他会就是一直往下走 包括就是说 这次算是一个莫非定欲吗 就是说如果有很多人在讨论下半年的优惠 并且开始带风向的话 比如像我们宝可梦在带风向 讲说玉山翁利卡他可能会变差 我们要怎么办 都跟大家讲出一套了 那玉山银行他们看到就会害怕 所以他们可能内部演你之后就决定说 那我们还是延续一年好了 那也许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之后 所以让他们原本打算要改叉的部分就延期了 那也对大家来说 也难道不也是一件好事情吗 所以我觉得这很难去讲 因为我们不是银行内部的人 我们不知道他们最后的决策是如何 那也可能无法影响 也可能可以影响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总是要去做 你总是要去讲嘛 你发挥了你的影响力 你最后的结果如果是好的 那对我们全台湾的民众 使用信用卡的群众来讲 都是好事不是吗 所以大家也不要就是 呃站在反对的立场 就站在银行的立场讲说 啊银行又没有说要降 你干嘛平常在那边乱讲话 你这样不就是变成是资方的走狗了吗 好所以也不用这个样子 我也是消费者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 我也能够拿到该有的回馈 所以基本上我站的这个立场 其实还是站在我们消费者为的这个立场为主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思考一下说 呃为什么网路上会有些声浪是讲说 呃一定要站在资方立场替预算银行讲话呢 其实不用啊 因为没有收他的钱干嘛这样子呢 好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保持中立就好了 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他真的改叉了 真的会变好了变不好了 那我们就站出来讲一下话 好也许银行他会害怕群众的 这个所谓的压力的部分 他也许就会从善如流 那就持续的给好康 好这也不一定 所以其实之前阵子也有很多的部落客在讲说 这个Uber卡改叉了怎么办 你要怎么做 他们都已经就是超前部署 做好这些文章 或者这些影片全部都做好了 就是要让你看 所以我觉得其实 反正就一句话 船套脚头自然指 你真的不用担心说 你没有什么好康可以用了 一定有的好不好 所以就算预算Uber卡陨落了 预算Only卡陨落了 永远都有更多更厉害的卡片出来在等你 比如说最近很夯的这个永风必备卡 你把它拿来投资 是不是7%的回馈 10年可以滚出30万的这个退休金 难道不吸引人吗 所以只要了解这个复利的威力 其实信用卡你怎么用都可以用 这都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玩法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心灰意能 就是永远只想着说 我要的高现金回馈卡不见了 怎么办 你真的不用担心 永远都有更厉害的东西等着退出 好吗 所以下半年的部分 我其实不会很悲观 我觉得这个信用卡的市场 其实还是非常火弱 因为他们永远都需要业绩 永远都需要有人帮他们推广 所以本团永远都有不一样的限定特殊礼物 在等值里面 好不好 只要本团越有影响力 我就可以帮大家要到更多好康 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要抽奖 再回去给大家的 这就是我们信用卡的部分 跟大家聊到这边 你就不用担心了 反正就是一定会有好康的 好不好 那我们下一个往下聊的 就是银行的数位账户之争 你会发现其实 宝可梦在我的书里面 其实有讲到就是 我们的数位账户 其实现在推出以来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高利活储的优惠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跨题转的优惠 你都可以拿来这个做所谓的交 就是转账 然后来转这个点数 这点数来换底卷 其实都是很好玩的 不论你是在台新典的活动上面 或者是日盛web itm 其实都是可以操作的部分 那这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 你就是在有问题的话 就再回去翻下 宝可梦做的这些影片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其实下半年的数位账户的话 我个人觉得 因为存网银已经蠢蠢欲动要上架了 所以这些银行他们可能碍于其他存网银要登台的这个压力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太多的权益缩减 因为他只要权益缩减 客户就跑了嘛 好所以我觉得 像bancare活动走到年底 你就是2.6%有上策的话 就是可以存半年 好所以这部分你倒是不用担心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 有风大户他的活动是1.1%到30万到8月31号嘛 到底会不会变更差的话 我确实还是要看整体的环境 那我觉得市场的风向应该是rechar 如果rechar暂时没有变动的话 我觉得大户大概就会这个样子 好所以 呃因为他们自己内部也是很认真的在讨论就是 呃每半年就要来做一次权益的调整 所以8月31号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如果连大户都改参 我想其他银行大概也参不下去了 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你要看市场的头两大嘛 好第一个就是rechar 第二个就是永逢大户 好这是目前最受大家 喜欢跟使用市占率很高的前两大数位账户的银行 那你们就看这两个银行 有没有什么动作 你大概就会知道怎么走了 好但是我个人觉得 现在大户还在烧钱跟就是揽客的阶段 包括他每个月都有跟我们做密切的合作 就是这个推开户 然后就是有一些额外的加码的活动都在本团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期待一下说 他们还在烧钱阶段 应该不太可能就把他们的优惠就做止血的动作 所以还是可以期待至少他还可以再撑个一年到两年吧 好不好反正有最新的消息 我就是会在我们的平台跟telegram跟大家分享 好所以其实数位账户的部分 其实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好那其实大部分的数位账户都是半年半年一起 所以6月30号会是个明显的分界点 好就是6月28 29 30这几天 其实我们的平台就会非常热闹 因为大家都会一直在传这些讯息 然后我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公告 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 就是只要来follow我的这个FB 你就会知道所有最新的消息 因为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跟你讲的 好吗好所以数位银行的账户之争 我觉得你们真的不用担心太多 你现在有需要使用账户 你现在就开户就去用就对了 因为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怎么你怎么会知道他将来会不会降吧 会不会降低优惠 那你何不现在有优惠 你有需求你就办下来使用 其实我觉得这是最简单明了的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他将来会推出什么优惠 他推出的那些优惠 他也是时间大才会公告啊 好所以你可以在他公告的一开始 比如说2020年的年初 你觉得OK你就申请下来使用 那你不就可以享受半年了吗 那现在都已经快要走到6月底 7月初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内来办卡的话 其实就会或者是开户都很尴尬 好因为优惠已经走一半了 那怎么办就是能够尽早开户 能够尽早办卡就尽早来参加这个活动吧 因为下半年到底会怎么样呢 其实还是要看全世界整体的经济情势 怎样银行是否有可能获利 他才有可能再释出一些利多嘛 好所以这个银行的数位账户的部分 一样就是你有需要你就办下来使用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原则 你现在如果真的不需要 那你也不用办 其实就没有差 好那最后最后的部分就是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纯网银的银鱼效应 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对于银鱼效应这四个字 理不理解 如果你无法理解 我可以简单的解释给你听 银鱼效应就是说 在北欧就是有一个渔夫他就是出海捕鱼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说 其实他捕回来的鱼啊 这个很容易就会一般而言 这些鱼就很懒散很容易就死掉了 那到底为什么只有这个渔夫他每次捕回来的鱼 都是活蹦乱跳 然后就是可以卖到很好的这个价码 然后他都一直不跟人家讲真正的原因 等到他死了之后 人家就翻开他的那个捕鱼的箱 才发现说 哦他会在这些捕鱼的鱼里面就是放一条链鱼 所以其他的鱼就觉得 哎呦怎么会有外来种 然后就会紧张 然后就会跑来跑去 那链鱼的话本来就会自己跳跳去 所以这些鱼就被搞得非常的紧张 就是为了要活下去 所以就是不断的就是冲来撞去的 所以他的鱼就活蹦乱跳活得好好的 所以这个鲰鱼效应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金融环境里面 他放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进去 有没有可能因为其他银行要竞争的关系 所以他就会释出更好的好康 所以这个鲰鱼效应的话 其实大概意思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回来看看我们台湾的金融产业 是不是也有鲰鱼效应在发生呢 我直接跟你讲其实有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台新他在六月初 银行公布三倍振兴券 政府公布三倍振兴券的时候 他马上就说我们台新银行对大家最好 就是救户给三百新户给一千 他这个规则一讲出来 其他银行都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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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居然肯砸这么高的钱下去做这件事情 那其他银行当然不能够输啊 所以其他他等于是把其他银行的这个支出成本都奠高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东西上去 那他只能够更好 如果更差的话 其实人家就不会看上他们了 所以这其实是很 我觉得是很有心机 但是成效又非常好的一招 因为其实这个三倍振兴券的消息一出来 所有的各大媒体都在采访我 然后我都只讲一件银行就讲台新 为什么因为台新最早释出优惠也最好 所以其实这样子洗脑下来 其实他得到了很多免费的广告宣传 那也因为台新这条链鱼的关系 其他银行他们就不敢乱出 也许可能有的银行说我加码2%我加码5%就好了 干嘛加码10% 结果台新一下去 所有的人都要先从10%开始往上跑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所谓的应该讲说一个方式吧 就是当台新这样做之后 其他银行他也不得不跟进 这就是所谓的链鱼效应 包括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口罩 买口罩有优惠的这一块呢 这个口罩2.0 3.0一直不断的进化 情况之下很多银行都开始加入占据 那其他银行就说我回馈20% 那事实上可能就是只是回馈的 这个所谓的口罩费用 一开始其实就是赵峰喊的 没有想到说其他银行居然肯加码 然后就是那个台北富邦也加码了 然后到后来的话就是 有一些数位账户居然加码了 比如说中信买位数位账户 一下去就说全额回馈 那这样子大家都急 哎呦怎么会这样子 那不行不行不行 其他的银行也要开始进加入战场 比如说我们的 永峰的这个现金回馈JCP卡 我们这张卡片就是给你加码 所以逼得大家都要来办这张卡片 那再来的话就是 赵峰的MegaLite也下去了 就是你用我的MegaLite就支付 我就回馈你52块的现金到你账上 哇这就不一样了 然后连富邦的数位账户也下去了 所以就是很好玩 就是一直不断的有一些银行就是投入 那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讲就是利多 因为你可能只能够买一桌 但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是不是可以叫他们去开户 他们来使用这个优惠也很好啊 所以我相信大概前两个月 我大概也替中信的买位数位账户 拉了不少客人吧 好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都是逐高利而居嘛 所以这个数位账户的银行 他们如果有愿意提出一些高的回馈 那其实大家也是很愿意去申办 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回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纯网银的链鱼效益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Line Bank 它本身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集团的优势 大家都在使用Line 你可能会看Line Today 然后你可能会使用它的Line Spot 或者是使用它的Line库卷 那其实它的东西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当它推出了一个这样子的金融服务 而且有自己的评分制度之后 难道你就不会因此的陷落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也许这次赢面最高的也有可能就是Line Bank 因为它自己本身Base下面的使用的这个使用Line的人口是太多了 所以它也许是赢面很高的 另外就是一个可能就是我的预测啦 那它到底会推出怎样的优惠我们还是不得住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去把他们的产品弄出来 所以就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你可以看看将来银行 将来银行他们其实布局非常的早 他们现在的粉丝业大概有两万多个赞 两三万了 他们在当初就是公告说他们也是其中一个入选的银行之后 之后呢他们其实立马成立了粉丝专业 然后宝格梦也立马就跟他们分享 所以我们跟他们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关系 所以也是希望说他将来也可以跟我们合作 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资源就是在回馈给本团的粉丝这样子 所以将来他们的这个行销上面的操作 粉业上面的社群操作是做得很好的 至少大家都是很喜欢跟他们互动 他们也是有些什么将来大词典啊 然后就是跟上时事的比如说那个动物森友会 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岛啊什么的 都做成影片出来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契合我们年轻人的这一群 就是所谓的创新银行的这个操作者 真的很不错 那第三个话就是乐天 乐天其实好像是在上个月就是成立自己的粉丝业吧 但前一阵子我要check他们就忽然间找不到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见了 所以也许他们自己有一些内部的这个东西正在调整 所以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的粉丝业隐藏起来了 好比较可惜 但是我也是希望他们就是可以结合他们自己乐天信用卡 然后就是乐天市场的这些资源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气象 好那到底哪一个会先出现 好就是现在台湾就是抢先公告 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招募就是客户了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好好期待的 我个人觉得大概8月9月左右应该就会有第一间银行先跑出来了 好那相对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效应 那当然这些现场在目前在这个game 这个游戏局里面的这些所谓的数位账户的银行 他们可能皮就要绷紧了 比如说Richard大户Banky然后Ileo等等 这些可能就要开始紧张了 因为他们的产品如果不够好 其实人是有可能被吸走的 好所以我也是非常的乐见其成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链鱼效应嘛 好就是到底状况会怎样的话就是非常的期待 好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最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来聊一下说 我们应该要用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不确定的未来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不要太悲观 虽然说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银行的优惠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走很久 比如说就是可能半年然后一年他就消失了 或者是去改叉了 这没有办法 因为银行的本不够厚 我们台湾的人口就这么多 基数不够 所以永远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优惠的迭代 神卡总是会下来 就是跌落神坛之后 还会有新一代的神卡上来 好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Richard当老大当了三年四年 他们钱也烧的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有竞争者大呼出来了 好那或者是这个OBANK王道出来 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市场竞争的状态 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说 到底我现在要怎么办 我是不是会被这些媒体或是新闻绑架 或者说哇2020年年底了 哪些卡神卡又殒落 到底要不要看哪些卡片 要要再办哪些卡片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我们的检卡排行榜 就是会引起你就是神经紧绷 并且想要去关注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 其实你们可以放充心情来看 这就是一场游戏 就是所有的银行他们都在play the game 就是哪一家银行他们就是出老千 他们或者是出这个 所谓的他们的Ace他们的王牌 他们出了王牌之后 那是不是就会有其他银行 他们开始会来设计新的游戏规则 新的信用卡 然后想办法把它打败把它拉下来 所以我觉得有竞争就有优惠 所以你们大家都永远不要就是觉得说 我手上这张卡片它变烂了怎么办 那就把它剪掉 反正到时候你就可以换新的卡片了 所以你永远都有可以期待的新鲜事情 在我们的台湾的信用卡市场上面发生 非常的有趣 那将来的话就是金融市场甚至存网银 也都是我们可以好好期待的这个新的战场 所以请大家就是要继续的拭目以待 我们这边永远都会有最新最好的金融卡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金融 然后我们的信用卡 然后所有相关的资讯通通都会在这边 包括梦的所有平台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而且你觉得很喜欢的话 麻烦你帮我们按个赞好不好 订阅按赞留言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了解下半年的金融产业概况 也许你就可以因此而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银行 或者是信用卡不一定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